官方高官方又再次出包 流出了下一次新活動的資訊 就是這隻李歐露的枯化日 Hello 大家好 我是憲哥 今天官方就宣布了驚奇冒險周的新活動的資訊 等下也會說官方又再次不知為何又流出了新活動的資訊 還要是我們7月份最期待的一個活動 李歐露的枯化日 我們事不宜遲先說官方最新宣布的一個活動 就是驚奇冒險周的活動 就是7月27日星期四上50點至8月2日星期三晚上8點 超級班吉拉斯登場在超級團體戰 就是首次登場都有機會到色圍版 如果之前未入手的色圍版都可以追 最主要是要賺Mega能量 會有新色圍版的開放 包括寶寶暴龍、冰雪龍 兩隻色圍版都相當好看 尤其是冰雪龍 整隻白色 想想兩隻色圍版都是活動的重點之一 會有活動限定的收藏家挑戰 完成之後獲得星沙子 以及可遇到寶寶暴龍和冰雪龍 今次官方也透露到活動期間 地圖上的天空都會出現一些特別驚喜 應該就是北極光 可以參照上年的圖片 真的蠻漂亮的 看來活動期間也很難看到 有百天的情況 因為應該整天都是極光 很漂亮 今次驚奇冒險周的獎勵 就是有旋轉保育站 有雙倍XP 以及如果是首次旋轉保育站 獲得的XP會增加為5倍 放入敷彈器的彈 行走距離會減為二分之一 因為今次敷彈也相當重要 如果你是想追悉色違版的冰雪龍和寶寶暴龍 這裡就是活動期間所獲得的7公里彈 裡面可以敷彈的精靈 全部都有機會敷彈到色違版 也可以入手一下 如果你是想追悟暴龍和冰雪龍的色違版 官方今次也有說到 在7公里彈遇到色違版的機率 會比野外更高 剛才的獎勵裡面 可以看到這次活動也蠻鼓勵敷彈的 活動期間 野外就會遇到這些精靈 全部都是化石的精靈 都有機會遇到色違版 看看有沒有哪隻色違版想特別追 活動期間的田野調查 可以遇到這些精靈 裡面也有不少是進化型態 當然也不少只有寶寶暴龍和冰雪龍去追 活動期間的團體戰 五星團體戰就是雷吉多拉國 超級團體戰就是剛才提到的超級班格拉 而且今次驚奇冒險周遊動也蠻好的 有個免費的限時調查 裡面就要讓你選擇 一是探索一是研究的路線 暫時不知道這兩條路線獲得的課題有什麼不同 會不會有敷彈 走路應該都走不掉 會有完成的時間 到8月2日晚上8點 即是在活動完之前 就必須完成了 有完免費的限時調查 今次官方也有個付費的限時調查 需要付兩美金才獲得到付費限時調查 在活動開始 這個調查就會販售 直至到8月1日晚上8點 這段期間可以考慮買不買 完成時限跟遊仙一樣 即是活動完之前 必須完成到 否則會消失 完成了這個付費限時調查 獲得到兩個敷彈器 和一個超級敷彈器 和遇到活動主題的Pokemon 有些可能是預下冰雪龍 暴暴暴暴龍 但今次的驚奇冒險周活動 就是這樣 其實都相當滿意 裡面有免費限時調查 以及可以預下飾為版 也有很多入手的機會 接下來就跟大家分享一個小小的消息 關於你一路呼快日 這是官方不小心在遊戲快訊裡發放出來的消息 原本官方應該是發佈驚奇冒險周活動 但官方就不小心發佈了 尼歐路呼快日的活動 尼歐路呼快日 但推測來說也挺肯定的 就是尼歐路 在今次活動期間 敷出尼歐路的色違機率是會提高的 但敷彈時也要獲得雙倍的升層 這一刻暫時未體驗到當日的活動 但暫時這樣看的話 在活動期間偶島的2公里彈 應該是8%可以敷尼歐路 而且他也有特別說明 尼歐路的色違機率是會提高的 所以應該未必是我之前想到官方那麼差 現在這樣看的話 活動期間敷出尼歐路就不難 但色違機率是否真的有提高 就要等到到時才知道 好了 今次這裡就是兩個活動內的資訊 敷發日的資訊可以有待確定 或者看看會不會再有追加的內容 但驚奇冒險周活動就是這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吸引 今個月尾的最後一個活動 看到這個活動最主要是鼓勵敷彈 兩個活動也是 總之就要準備一下鼓勵敷彈器 為接鞋的活動中加油 大家記得讚好訂閱分享 我記得下集再見 拜拜